汽车作为代步工具之一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 目前市场上的汽车档次各异 价格不一 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 也能花上几万元人民币 就能够购买到一辆车 然而俗话说 一分钱一分货 几万元的汽车和几十万元 甚至上百万元的汽车 其质量自然也是不同的 前不久山东一名男子 因为汽车引起了纠纷 而惹来了人们的关注 据悉该男子半年前 从某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明觉轿车 花费七万余元人民币 然而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 该男子并没有因为购买了汽车 而使得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更加方便舒适 相反 该辆二手明觉 反倒给他增添了不少烦恼 原来据悉讲述 这款电动式的轿车需要不断的充电 每当他出差或者在外地 暂时停放在某个车库时 白毛的工作并不能让他时刻觉察到 汽车是否有充足的电量 等他回来准备开车出去时 我往启动不了汽车 这去去实时耽误了不少他的日常安排 一开始该男子以为 这辆车只有耗电快这一项毛病 没有想到在后来的使用中 该辆汽车毛病百出 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有毛病 于是在苦恼之中 该男子决定找到当初卖车给他的二手车行 想要将这辆明觉退回给车行 令其没有想到的是 该车行声称 卖车给穷人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并且表示汽车耗电快 是因为车主没有为其充电 所以不愿意退车 该名男子认为车行的回应 并不能令其满意 决定在不久的将来 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情 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